今天是蜂蜜 用蜂蜜 是蜂蜜 加工 所以其實夏天 來講對這些蜂蜜 它的生長 會比較慢 那我們也是 就挑多地瓜葉 它也比較容易長 那你看一下有洛神 這個就是一本 可以讓蟲不要靠近 就是花園會重心 因為蜂蜜的東西 它也是會到處 到處會吃 然後蜂蜜 我們可以再試看一下 這個黃蜂蜜 我們都是牽插的 就是用現成的材料 牽插沒有說專程去買 都是幾乎都現成的東西 然後牽插 然後就是小辣椒 然後自然生長 這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小葉的嘴手香 小葉的嘴手香 它長出來 其實夏天的地方 還是沒有方法 長得非常浪費 韭菜啊 就是我們都有種 就是你看得到 野餡菜 比較不一樣野餡菜 都是從一些 這次之間來種 蘆筍有什麼東西嗎 蘆筍它現在也是在 就是慢慢 我們就是培育 小苗開始種 那旁邊那個 那個各位同學 也會看到有些菜 上面都是洞洞 那個都是 很正常 為什麼 大家知道 從咬嘛 從咬嘛 因為我們沒有 我在說那個洞種 我剛剛在說那個洞種 沒有濕化學的那個 所以沒有農料的證明 對 這個是專門是地瓜葉的那種 一種成像 它會咬它的葉子 對對對 我們不一樣 我們這邊種的菜 我大概再一併跟大家講 對 其實這個菜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說跟我們 那個 市場那邊有一個老人共餐 那老人共餐他們就是說 中餐的時間 對 我們有事情要提供說 你有沒有現成的 一些可以讓它採收 然後供給老人共餐使用 的一個結構 希望是配合老人共餐 的一個一個 一個共餐用的東西這樣 對 那我們也是想說 讓它慢慢慢慢 可是我覺得已經採收掉了 有些東西